脾胃是人体的周心,后天之本,人体的气血营养精微,都靠脾胃运化食物水骨转化而来,脾书吐,喜欢温脏而恶湿,湿血容易伤脾胃,存在脾湿的现象,脾胃运化不好,容易出现恶心反胃,食欲不振,腹胀腹泻腹痛等各种胃肠的疾病,很多气血不好,脸色发黄,心神不宁,头昏脑胀,精神不济等。 都跟脾胃不好中气不足,气血生成不足有关系,之前也强调过,养脾胃不能光靠药物,一些生活习惯尤其重要,少吃肥腻难消化的,吃饭兴奋饱,规律进食,调节好情绪,少吃生冷,吃到运动,这些都是养脾胃的关键。 除了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动药物之外,人体经络也比较神奇,通过刺激一些穴位,也能够改善体质,帮助调节好胃肠。 下面几个穴位,对于调理肌胃肠有比较好的作用。 第一,中满穴,这个穴位主要有温中健脾胃,消脏型气质痛等功效,自己可以用手指手上点柔按摩,或者爱酒进行,能够改善脾胃不好消化不良,导致的胃胀痛,恶心,反胃,脑酸等消化到症状。 第二,足在理学,这个穴位有健脾合胃,不要中气,除湿通经络,扶症趋血等功效,可以选择按摩,针灸,爱就进行,这个是一个保健药学,对身体的体质虚弱,胃肠疾病,都有不错的改善功效。 第三,太充血,这些主要起到书嘎和胃,里进行气质痛的作用,经常心情不好干脾不合的人群比较合适,刺激这个穴位,能够起到书嘎调节情绪,改善胃脏,胃痛等症状。 真酒必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,一些穴位和刺激按摩,或者爱酒等比较方便,很多东点中医之时的也会在家里自己进行,供参考。 更多中医养生文章内容,关注我内,有疑问和留言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